這印度變種病毒Delta病毒 真的是相當可怕 目前它已經蔓延至 一百多個國家 而且持續變異當中 連WHO都呼籲說 在全球都必須注意這個病毒 因為都非常危險 自有聯已經打了疫苗的英國 來看到 目前英國已經有四千五百一十萬人 他們已經完成了 第一劑的疫苗接種了 另外有三千三百四十萬人 也完成了兩劑施打 禁辦的人完成接種以後 甚至還有人呼籲說 七月十九號的解封 應該保留防疫措施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現在英國的確診病例 有九成五都是Delta的個案 還有在印度 印度發起了 他們目前也已經引爆 第二波的疫情 非洲的烏干達 有百分之九十七的染疫案 都是為Delta的病毒株 日本他們也占了 新增確診的百分之三十三 在泰國呢 Delta病毒也即將成為主流 再來看到澳洲 澳洲呢 目前新增的絕大部分個案呢 也都是Delta病毒株 由此看來 這個病毒真的肆虐的情形相當嚴重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